各位,大家好,我剛剛開工,想錄影和大家分享一些不同的觀點,因為很多事情發生 其實我不是很想碰這個題目,不過現在迫著要碰,就是怎樣呢?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話說有一個群組,我們澳洲人都很喜歡這個群組,叫澳洲小香港 可能你也是其中一位成員,他之前有一個,走二萬多人,但後來有二萬多人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被Facebook禁止了,這個是重新再起,現在都有一萬個人 那麼多人看,我一向那個做法就是有時候我們有些資訊,問人,或者想有些聚會可以分享給別人 我們都可以在那裡貼文,作為一個成員,你看到我這裡寫,因為接下來這個星期六 就有一個聚會,就針對我們一些香港新移民,特別信徒,因為很多時候 一些基督徒,他來到澳洲,雖然他在香港反開基督教教會,但來到其實有時候會水土不服的 因為始終這裡華人教會,或者西人教會,跟香港的教會是有一定的不同的地方 當然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們教會就打算搞一個聚會 我會負責去跟這些朋友去交流,幫助他們,尤其是基督徒,說明給信徒去適應 其實都是一些內部的事情,但因為在澳洲、小香港那裡 可能都有相當多基督徒,所以就試一下貼文在這裡 你看到我都很均真的寫明,如果Amin覺得不太方便便移除了,對不對? 我以前貼文在一些教會的活動,我都是這樣說的 但這次貼文,內容自己去看,如果你有興趣 因為這些貼文都是地球貼文,應該很多人都會看得到的 但有一個人,我免得說他的名字,自己去看 他就貼文在這裡,你自己去看 免得我去說名字,有四大紀錄長老 我覺得這位未必是信徒,但他就貼文在這裡 這個人像不像我呢?我住的區就跟這個事件發生的區 Eastwood是很接近的,這件事其實在幾天裡 都有很多傳媒報道的,我又不詳細說這件事 我都不想評論這件事,OK? 但大家對一下樣子,是不是很像我呢? 很明顯,不要說帥不帥仔,可能側面也有點像的 我下巴兜兜,又白頭髮,不過你看真一點 當然是我年輕一點,剛剛才 其實那個報道裡面都有被人起底的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但這位仁興 然後又找到一個媒體的一條影片 曾經是去年,你看7月去年了,幾乎一年了 九個月前,十個月前,在我的YouTube裡面 我留言一些東西,他就找了,標題是這樣寫的 你自己可以看看,我又不想幫他宣傳 其實很明顯,第一,我就回應了 我寫英文,我不是剛才這個人的樣子 因為這個Post我寫的,我一定要回應 這個照片上面的那個人不是我來的,第一 第二,這個影片裡面說的東西是有一些 即是錯誤的,即是有些不準確的,不實的資訊 那我就想講清楚,跟著這位仁興呢 他覺得他,即是他後面有說的,我不重複說很多話 他就覺得在網上很容易找到我的東西 其實我那些東西地球Post,你在Google,Google 抗位置,抗位置牧師,抗位置傳道 是很容易有很多東西走出來的,很容易找到 他找到一篇,即是他覺得發言新大陸 那這篇其實就是去年12月,在台灣有一個媒體 叫《基督教育今日報》對我做的訪問 那我就其實是講我自己那個信主的見證 跟著加上怎樣去奉獻做傳道人 就是跟著我怎樣在侍奉裡面經歷的東西 獨立到來澳洲這樣 那訪問我那位姊妹,盧文靖姊妹 那其實你要知道那個採訪自由 即是說訪問那個人,他訪問了其實他怎樣 present出來呢,當然他可以給我看的 他又可以不給我看 其實他第一層出了時候,有些資料可能他聽的時候 可能我國語差了,他有些資料是不對的 其實我後來告訴他,他都糾正了一些年期的了 就是這些資料,所以這篇其實呢 我是看過,起碼那些資料上面 是已經更新了一些錯誤 但是你要明白,採訪自由 其實這個,我那時候《時代論壇》 這個《基督教育》報紙都跟我說這件事 就是有人採訪我,然後我說 可以不可以之前看一看寫什麼 他說不是那麼方便的,是有採訪的自由的 那我就尊重這個新聞工作者,這個措手 那所以呢,到了這個訪問,見證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也覺得好像有點錯重點 因為他前兩句OK的信主後蒙神觸摸 終於想通神的救恩 那後來呢,他當然我有說 但是他好像把重點放在 穆斯夫妻服侍初期負債四年後買房 那就是神似恩典的 那你要記住呢,他是台灣的 他說買房,買房的意思呢 其實我是買樓 那你知道香港人叫做買樓 有多少人買到屋啊 多數都是買個單位的 但是他台灣表達,沒有買樓這件事的嘛 買房的嘛 那他看到這件事,這位的人兄 就說我四年就可以買到大屋 哪裏說啊 就是叫我教一下新移民、年輕人怎麼做 接著我就用英文回應他 那我不詳細說我怎麼回應 大家可以看 還有我會記住 有些媒體那些不是Facts來的 我還有說一件事 其實Fact Check是什麼呢 什麼叫Fact Check Fact Check你就是看清楚 最基本的一件事你看清楚 那篇文寫什麼嘛 是不是啊 你不是亂作的嘛 那其實我給大家看看 那篇所謂買房的那篇 那篇 這篇 你的基督教音 今天的打礦位置你都找到了 那 你看來看去呢 你怎麼會看到我最近這四年買房呢 我給大家看看 其實他看到標題 然後就不斷說 其實也挺好笑的 這些詳細你自己可以看 那我就放大這個 我可以說到其實沒什麼錢的 但是我們服侍了四年 服侍了四年 就是我神學畢業後四年 那竟然在寸襟尺土的香港買房子 哇這裡還黑了 那怎麼會在澳洲四年買了大屋啊 我真的覺得這個人 完全都不看東西的 那其實 當然在經歷裡面 個人裡面 這個是一個你可以說 我個人的一個神跡 就是根本 那個人工又不是那麼高 那你知道 你知道 Sorry 雖然二十年前 但是都不容易買房子的 對不對 但是呢 他就很搞笑的 他就覺得你四年買房子 買到房子就很難這樣 那其實你怎麼知道 別人裡面有多少斥蓄 你不知道的嘛 是不是 如果香港人 說真的 你一般香港人 在香港如果你有房子的 你幾百萬很小事而已 幾百萬一棟樓 對不對 可能千萬的樓 很多人都有 對吧 然後他賣了香港的 然後拿了一塊錢 來到澳洲去買房子 其實澳洲的房子 是沒有香港那麼貴的 其實你說有沒有可能這樣買到呢 都不奇怪 剛剛 不過他就炒作 但是 喂 我這裡說 當年我買房子的時候 一部分是政府補助的嘛 其實都 都不是很買得起的 但是 很奇妙 有些事情我不是很方便透露 但是其實 那時候 剛剛都是買了一個六百多尺單位 第一次買房子 就是六百多尺單位 後來我都買了 在另一個地方買房子 是一個 建築面積九百多尺單位 你知道香港的房子 九百多尺 叫做大 實用 其實七百多尺 開罵給你聽 對吧 那 那 那 有什麼這麼奇異呢 對不對 但是 在我們來說 我們的收入 是做不到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經歷 這裡順便給我的機會去補充一下 那 那 那 這篇文 又講我 案目 就是說 我講怎樣 其實很多 你想認識我 我們看這篇文 很多經歷 它很簡潔寫了 寫了 那就不看了 好了 接著 你如果 看回 那個 就是 帖子 要去哪 給我一點時間 給我 就是 你看回那個 Facebook的帖子 又很搞笑 那些人又會跟他這樣說 然後 又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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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得太大 有時候我覺得 真的很好笑 那 那 然後 其實應該會停的 是吧 咦 對了 然後 這個人 呢 同一個人 分享給你看 找到 同一個人 他呢 在上面那裡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懂得看英文 什麼 或者 硬 死不認錯 這樣 然後呢 他又做了一個帖子 啊 值得我們青年人學習 四年可以買到樓 香港青年人加油 這樣 又引用我這個帖子 在那裡 他們都上了岸 或者老婆也有份 好好收入 這個都正常的 對嗎 但是大家在那裡 猜猜一下 很好笑 然後呢 把我抓到 香港有個聖公會的牧師 那些 我又不留言 但是關我什麼事呢 那些 大家是傳到人 然后他就购买这个人,说这班人大把钱,主要祝福 然后有另一个人说他们发财励品 你拉我说,有没有搞错 有点正常一点,他说20年前的东西都可以拿来说 James Ruse 不管他 这个就说澳洲四年不算快 澳洲,我就要写一段东西了 我就说,以事实不符,要用中文写了 如果你真的不懂看英文,我就用中文写了 其实Amin帮我做了事 然后这里有个人说,什么时候蒙主重召 越讲越远了 在澳洲牧师挂名基督教 其实好像一间公司没有管制,读过神学挂名 毕业就读读,就做牧师,没有大教会收,就自己开 唉,他这个人说,就是一直 这些人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说no offense 我也no offense 喂,什么叫fact check 你不要看别人说的东西,然后在follow 你都不看他说什么 有些人都会留言,不是说没有管制的 很多教会有人管理的 一毕业做牧师,我当然不是 我毕业了二十多年后才做牧师 我做传道人,但其实牧师和传道人都是一样 都是做传道的工作而已 然后又说很理智 有些人就好些了 他就说,不要攻击抗牧师 他不是骗人钱的牧师 有很多不义的所谓牧师 也都很多真心帮人的收入不富裕的牧师 我不说我是不是富裕了 我多谢他 我不知道我认识他 他认识我 这些就是合情理的 有些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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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生还没出来做事 买过亿毛宅 那些当然不是我们 有些人说 不要只看标题 我觉得 这个例子 给我看到 有时 我们 有时都会说 别人 就是不 fact check 或者你不看事实 那你政见 立场有不同 那大家 讲道理 但是你拿一些 fake news 你不去 fact check 或者你是 有一些所谓 基于一些 所谓事实 或者资料 跟着不停估计一下 跟着不停炒作 跟着不停说 那这个是什么呢 其实你正在帮助一些 fake news 正在帮助一些 正在帮助一些 对人不对事 或者根本就没有搞清楚 那件事 亂讲的 一些言论 这个是完全没有帮助 对那件事 对不对 其实我 我就不是太 有人都 是关心我 喂 他说有个人是这样 攻击你 我说 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 我说明眼人 正常都会看得出 究竟哪个有问题 但是 因为他就弄一些照片出来 也涉及我家人 对不对 那当然是要出声的 有些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想 这个 这个 我有时候觉得 都是挺有趣的 这些事件 当然 让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 讲话 真的要公道 和持平 如果你只是 好像 hate speech 或者你对宗教 有 我承认 如果你看看我的视频 我很多 将一些 可能有些教会里面的问题 甚至传道问题 我都会讲的 我不是不讲的 我都不是经常 抑制自己 我没有问题 你经常抑制 就是有问题 被人感觉 我都不会做这些事情 除非 除非 你真的 我可以这么说 我这些事情都很公开 是吧 所以 如果有些人要攻击 他用这些事情 攻击到我 那他都很聪明的了 但是 我就觉得 此风不可掌 也都看到现在 那些人不是很有理性 但是 这样 其实对那件事 是没有帮助 是吧 就是说真的 那个人我不认识他的 你见我留言 如果你仔细看 我是提醒一件事 我们作为香港人 不是要 我们是要互相来 有个支持 多个说 我们无端端去制造一些敌人 那他根本又不认识我的 他又在亂猜的 制造了敌人 何苦呢 他是一个 可能不是一个信徒 我们都不会攻击他 如果用这个理解 就是说 你其中有一些非信徒 我可以这么说 有些非信徒 或者某个宗教的人 他有很多问题 跟着我就 执着那些 跟着就一足够打完 你一旋人 所有非信徒 都是问题 有问题的人 所有某某宗教的人 都有问题 你这样说 你根本没有市场 如果有市场 我觉得那些人 追求 其实都很无知 我想我奉劝基督徒 都应该有这种 分辨的能力 也不要随便去追求一些言论 这个是没什么帮助的 对那件事 我也不是想说 我做了好事 到处都要宣扬 但是 这些事情 我也要说 所以 都是拍片 反正都在想要讲什么内容 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言论自由是好的 但是言论自由 也不是给我们 可以乱去抹黑 不实的东西 就乱去传 这个不是路的 好 希望大家可以 like comment share 以及继续为我的健康祈祷 我都好了很多 但是你看到 都咳了两声 今天都马上收拾几支药 去调理你的身体 我星期日 很亲自都要讲道 都有5月7日的聚会 我也顺便宣传一下 欢迎大家去查询 希望可以 我们全都是用口服侍 所以要讲到话 所以 多谢大家祈祷和关心 好 下次再见 拜拜